你先好好跟他说 跟他沟通好不好 我不要 我不要 假如我找一个你满意的 我不幸福 我离婚怎么办 你负责吗 随你找谁 不要财政我的财产就可以了 好 我今天出去 我再找个社会地痞流氓 可不可以 结婚 我没愿意找这样的人呢 废话 你又不同意了 我明白了 我知道你们俩的脾气 为什么都是这样的 你们平时在家沟通的方式 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俩母子之间的感情 是这种状况的话 把女孩找回来也白搭 我们先请情感专家上来以后 帮我们分析你现在的状况 先调整一下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好吗 我们有请来自百合网的 首席情感专家周晓鲁 您好 看阿姨在那住得那么难受 我心里连起难受的 妈妈抚养儿子这么多年 真的不容易 而儿子好像完全理解不了 妈妈这种内心的伤痛 和这种艰辛 你对他这种态度 我相信不仅是我 所有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人 我收益死你了 这种旅程的绅度 你敢扶她们 我感到还有这种惹 你敢扶她们 放下桌子 有双十字幕 有双十字幕 在这个牧场里还会这样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一下寻找过程 是不是真的向小陈所向 小陈给我们提供了乡想公司的地址 如此清晰的地址 让我们觉得 这次寻爱之旅的凯旋 近在眼前 但我们按地址 走进了乡想上班的公司 前台的职员却告诉我们 这里根本没有乡想这个人 这没有叫李湘的一个人 那个刚才我们去了 你给我那个公司地址 人一说压根都没这人 如果你现在找不到的话 那你去找他那个朋友 你去找他那个朋友 只能去他闺蜜哪了 看看吧 乡想的闺蜜小江 驻在远离长沙市中心的小区 我们按照地址 敲开了小江的家门 但打开门的 却是小江的门 妈妈看出了我们的交集 主动给女儿打了电话 告诉她我们来找她的事情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小江和他的朋友 终于回到了家 小江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后 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态度 但当我们聊到小陈和乡想的问题 她却不愿意过多评价 是这样的 她就说这个事情我也挺为难的 她说电话号码 我肯定是不能给你们的 但是我可以帮你打个电话 问一下她的意思 好吗 行 不要拍电话 不要拍电话 她有电话吗 喂 真真她外头的 我都 一直到你去朋友过来 就是感谢来找你 那时我也不方便 你过来的好吗 挑战着她们 虽说长沙方言金色难懂 但是电话那边 香香激烈的语调 让我们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就说她现在就说她也不愿意跟她再联系 电话号码我就真的无人为力了 小江告诉我们 香香得知我们的到来十分气恼 我们无奈之下 只能拜托小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告诉香香 并告诉她如果改变了想法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清早起来 我们惊喜地发现 香香给我们发来了短信 约我们出来面谈 我们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 如期到达 也许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香香出现时戴了一副墨镜 说起她和小陈的事 虽然她还有所顾虑 但还是慢慢地敞开了心扉 说到伤心处 香香的情绪有些激动 甚至几度哽咽 参加这个节目 真的还是算了吧 因为我刚才跟我跟她一起 也不可能再起 我也不想再跟她 虽然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但香香还是不愿意到节目上 面对小陈和她的母亲 还是不愿意面对 这段让她痛彻心非的感情